I'm ready everybody feeling tipsy Tipsy 我喝的烂酒对你说声恭喜 大家好我是Dudu 许上一个影片 而且这个影片已经距离差不多一个月了 有两个冰饭了 超级地久没有拍影片了 所以今天 终于重新打开这个相机了 今天呢我就是要拍上个影片有讲到的 就是把开箱的那些铺平摆设去我的房间 Let's go 我现在已经来到我的房间了 所以我现在首先要摆设的地方 旧海季豆啦 这个地方 就是我每次一睡醒的时候 一打开眼睛就会看到的地方 因为我就觉得这边很狂当当这样 所以就想买一点白色东西来摆 所以那时候我就买了 这个羊娃娃 就是这一小堆羊娃娃 五颜六色的 现在我们就把它摆上去 五颜六色的 缤纷亮丽 所以现在我每天一睡醒一打开眼睛 你就会看到这一幕 然后我就会感觉认识很开心 然后现在这个area我还要换的就是 叮叮这个 床单 那时候我有买三个不同 pattern的那个床单 所以今天我选的是这一套 蓝色的 马上就换一换看一下它美不美 换好我的床单啦 超可爱 超可爱 蓝色的 然后很多卡通的图案 拍整体给你们看 我可爱的床单 就是长这样子 所以这个area的 这个 白色基本上就已经是完结了 之后应该还会再想 想在这里买一些白色的东西 就是电视旁边这两边啦 之前原本是想买白色的东西 然后可以放蜡烛的 所以这边这个area已经是center了 所以现在我们要进入的是 房间的另一个area 就是这里书房的地方 就是办公桌 所以这个area呢 就会有几个书架 所以其实你这样看 已经是装满书本了 就是漫画 这排都是我收藏的 恐怖漫画 就是一堂论二 因为我很喜欢这个作者 所以它的作品我就去淘宝淘下来 然后做一个收藏 然后上面呢是那个契隆竹的 这个就是肥竹的收藏 所以我们一人一个书架 然后收藏自己喜欢的漫画这样子 这边呢就是 那时候也是淘宝开箱 我已经摆着了 这个就是那个很美的音乐盒咯 还记不记得 sorry啊不好意思啊 打扰一下广告时间 最近呢收到了维诺娜 奇怪的产品 整个就是超酸 因为之前呢 我现在小朋友说了就有被这个产品给种草过 它是专门为敏感肌肤打造一个护肤品牌 然后之前在李佳琪也是有在他的直播间 介绍过的这个产品 就是来自 这个 舒敏保湿特护霜 还有清透防晒颅 这两款呢就是最近我熊到不错的护肤品 它们家的产品都可以放轻使用 因为它们的成分都非常的温和 不管你是属于怎样的皮肤性质都可以使用 还是一些痘痘粉刺的问题的话 就很推荐你们使用它们家的这个 舒敏保湿特护霜 因为它都可以有效的舒缓维稳肌肤 再来它的成分呢也非常的静静跟安全 使用的成分呢就是有 羊大珍稀植物萃取 青刺果跟马齿线 和三重高纯度玻尿酸 青刺果可以帮助皮肤自身神经线胺 马齿线的话就可以促进我们的体内的细胞自身 然后修复我们的肌肤屏障 然后三重高度玻尿酸内就可以帮助我们保湿缩水 再来它的质地也非常的轻薄 一推开不闷痘 就像你头脑几层都好 皮肤还是可以很容易吸收到这个保湿特护霜的 因为它的质地真的是非常的轻薄 然后再来它的包装也非常的卫生安全 它的包装采用的就是真空包装 高贴只触不尽 就是可以防止避免活性成分氧化 所以我觉得很推荐一些可能皮肤没有那么稳定的朋友 还是容易比较敏感的一些肌肤 真的都可以使用这个维洛娜的树敏保湿特护霜 我们的肌肤不单要保湿 还有一个步骤也非常重要的就是保湿 因为我们男朋友在日常生活中一定会有接触到一些紫外线的东西 就算我们没有出门都好的话 在房间室内的话 其实一些灯光也是那些紫外线也是会造成我们皮肤的伤害的 出门的话更不用讲 就是太阳的那个威力就会更强大 如果你没有涂防晒霜的话 其实那些保养品的涂好都是白费的 所以记得记得 防晒乳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现在我要给你们推荐的就是来自这款 一样也是来自维洛娜的防晒乳 这款防晒乳的质地也非常的轻薄水润 不会感到粘粒感 然后你在使用过后 会在涂上自己的底妆也不会有卡粉搓泥跟泛白的问题出现 成分内也是使用的就是 麻齿线的提取污 浆根的提取污 还有红墨药盾 提防和减少之外 线带来给皮肤的一些炎症的反应 它的防晒指数也是 SPF48 PA++++ 可以安心防晒12个小时哦 成分内非常稳好 所以孕妇妈妈妈的都可以安心使用 还有一些可能皮肤较为敏感的朋友 也可以放心去使用它 然后再来如果你们使用它过后 你们只需要用普通的截面霜去截脸就可以了 这款维诺娜的防晒乳还有保湿特护霜 我真的是大推 还在抉择啊 选择护品的烦恼的话 不要再犹豫了 赶快去入手吧 yes 然后这个叻 我还没有采 还没有采来装 就是那时候不是有买那个照相的那个图片墙 这个是图片墙1 图片墙2 然后这是布告蓝 yeah 所以叻 现在叻我就要开始弄这个area的白色 基本上啊我看了里面的东西 我觉得我是有点一头入手 不过刚刚我上了那个之前我买的那个淘宝的那个记录 我就进去里面看 然后看它那个教学 所以大概大概大概 应该是ok啦 可以装上去啊 所以等一下叻我就直接的los装 经过了一反折腾 蛤蛤蛤蛤蛤 所以把一点一些照片夹上去了 所以现在大概是这个模样 现在目前是种状况先 然后叻等一下叻我就要放灯泡上去 放了灯泡上去叻它应该就会变得更美丽 我的第一面照片墙好啦 它进去了 它 Blit Blit 所以这个照片墙 ie 是第一副照片墙 这个照片墙 通常是放 合照 跟朋友家人合照 所以第二副照片墙 Fiona 涕蛤蛤蛤holm 就会放我跟那个haijvu的合照 所以就会在どば 所以现在我的第二个图片墙 照片墙也大功告成了 成功 这个布告篮 我也是粘上去了 基本上呢 墙壁的装饰叻 都已经上墙了 所以我的书座 我的办公座 就是这个模样 所以来到最后一样了 就是那时候买的一个 空气 清香气机 就是那种喷那个屋出来的 它这边呢 是有灯的咯 两个功能可以同一个时间并用的 还有一个配方颜色的 我们关灯试试看看 它可以当普通的桌灯在使用 它还有另一个功能呢 就是它可以投影机 它上面有那种图案 我关掉灯 然后把那个这个灶 这个灶拔开来 它这个图案呢,就会投射在 整个房间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试试看看 关到暗暗 把这个灶拔开 看到吗 所以它已经 它已经投射在 整个房间了 所以我整个房间都是这个图案 如果你常按的话 它整个画面会移动 是不是很美 就是很美 这个喷雾机还可以照常使用 所以就是 非常的漂亮 漂亮吗,安哥 然后现在 不要烦 所以现在我的房间呢 就是长这个模样 登登登登登 其实也没有很大改变 只是加一点东西吧 还有平时没有那么整齐的 就为了这个拍 拍这个video才那么整齐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化妆座 今天重点都是在办公桌这边 就这个 照片前 所以 梳妆开那边都没有动到什么 所以就看之后 如果有什么想法要弄的话 再买 然后才再拍给你们看 好了,所以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就记得一定要按赞,留言,订阅,分享 打开小铃铛 还有别忘记follow我的IG,Facebook,TikTok 还有小铃铛 拜拜